有七尺高的前NBA籃球明星 大鯊與歐尼爾摔倒的畫面 你可能沒有看過 我們待會兒要帶你來看 另外還有開車轉錯 竟然會引發洪水 以及飛機幾乎擦頭而過的 驚險畫面 NBA傳奇人物大鯊與歐尼爾 儘管在球場上伸手矯健 讓球迷為之瘋狂 可他也有普通人 都會遭遇的尷尬時刻 歐尼爾在一個NBA電視節目中 準備離席短暫休息時 被腳下的電線絆倒 七尺高的巨人 突然向前摔倒 隨之也幾乎拉出了 主播台電腦的電線 連一旁的主持人 當下也被嚇到 不過隨即開始大笑 因為大鯊魚摔得 四角朝天的畫面難得一見 還有人故意詢問 摔在地上的電腦是否有損壞 卻把歐尼爾冷落一旁 如果開車時轉錯一個彎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在密蘇里州有一名司機 因轉彎時出現問題 撞上了消防栓 製造了一場洪水 更糟糕的是 從損壞的消防栓中噴出的水 很快變成了一個天坑 幾乎要吞没了這輛汽車 索性那名司機和車上乘客 都提前安全地離開了汽車 再來看看 您可能很難體驗的驚險瞬間 在阿根廷的一個捕魚節上 漁民駕駛快艇在水上追逐 突然不知從哪裡 冒出來一架小型飛機 就在他們頭頂近距離飛過 幾乎就要發生飛機撞頭慘案 顯然這附近有一個飛機展 但不知這是節日表演的一部分 還是飛行員真的飛得太低了